障碍走上马路路灯任养 吉安乡森林幼儿园为了回馈社会 任养路灯100赞打3年 吉安乡长由淑珍特别自证感谢状 感谢民众可以任养路灯 还可以心善积德 善用社会力量鼓励民众任养路灯 是目前许多乡镇都普遍开办的任养路灯制度 路灯任养对乡镇财政是相当重要 每年除了支付电费和维护的费用 还会有一些整设路灯的需求 如果路灯任养的费用越多 对乡内就更有余力去点亮需要的角落 教育爱关怀勤 谢谢我们森林幼儿园 为我们点亮百盏平安回家的路 谢谢我们宋兆荣园长 以次任养一百盏的路灯 连续三年捐赠额高达24万元 我们用教育的爱跟孩子的关怀 来付诸于地方的建设跟乡亲邻里之间 回家平安的路 谢谢我们宋兆荣园长为我们开启的这样的一个爱与关怀 今天特别来感谢他 也让我们的孩子一起来做公益 谢谢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就学会了奉献跟关怀的这样的一个养成教育 地广仁西的地区需要维护的公共设施覆盖的面积越大也就越安全 森林幼儿园回馈社会 任养路灯让亲子在夜间走在路上也就更安全 傅幼照顾的这个工作 然后深深觉得安全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 我都期望说父母能够带着孩子出来走走这样子逛逛 亲子这样而不是留在家里看电视看手机 那当然安全很重要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能够回馈的地方就是任养一些路灯 让这个我们小地方小社区还有一些路况的部分能够安全这样 纯粹只有这样子进一个小小的力量而已 路灯需要维护的公共设施面积相当的大 而任养路灯对于财政的舍住 效果也就相当的显著 吉安厢长游淑珍也特别感谢任养路灯的爱心人士 也希望大家能够抛砖引玉 一起来做散的循环 记者林杰吉安厢采访报道